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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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5月16日 放完隔回來 Joy因為在塞車 洗碎不動 所以大家等等 最重要是安全第一 這個Lucy說得對 我覺得最重要是安全 我們做了Joy做了的功課 跟大家聊一下 雖然香港放了日假 美股繼續有 昨晚就很厲害了 Dow去到3908點 升了349點 0.8%左右 四萬點會來的了 Nesdaq 報到Nesdaq是16742點 升231點 所以現在看來 美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4月的CPI 左翼鎖了出來 出來的時候 最主要的按月就比預期少了 大家覺得OK一些了 覺得好像又有機會減息 所以股市走好一些 美元又要約回去 現在最新美股是在做104.1點 比早兩天很明顯105上就下了很多 所以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市就衝了上去 即是連那些商品都好了 你看到那些金錢都去到 現在去到2400了 又上回紐約金 變成有都上升了一些 79的1號1 紐約那邊 變成氣氛一樣東西都好了 看看今天好不好 可不可以再上了 看看 什麼位置走啊 700 不走著行不行 其實我自己 特別是港股和內地 我是看得好一點的 其實雖然放了這麼久 叫做放假 沒有看得這麼實的事 但其實我基本上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我自己覺得700可以 如果你不是真的想著短炒 炒兩天那些 可以再拿一下 其實我看港股也還有機會再衝上去 所以變成不用急著吃糊 就是說如果你可能還有一些其他新的目標 那錢也重要的 那你就吃一半了 但如果不是的話 還有錢 又不是全部做定期的話 我覺得可以 特別是拿了一些強勢股的話 可以保持住 因為難得過勢強 我自己或者有一點操作 其實巴巴 我想大家有留意 因為早兩天 業績出了 雖然香港放了假 讓大家休息一天 再慢慢看清楚他的業績 但是我自己 它出了業績之後 我之前沒有巴巴的 即是美股的B.A.B.A. 我都買了 因為我自己覺得 雖然說它派息那裡 可能要給少許稅 但是 比例也不少 但是 我就覺得 如果晚上我都可以交易到的話 那個靈活性會大一些 變成除了9988之外 我也拿了巴巴 但是 兩邊都是正股 所以 我想可以順著那個勢贏多一些 而美股的SQQQ 我這兩天都有減的 但是我還沒減完 我想留下四分一左右 雖然市場強起來 但是科技股還是比較波動的 NVDA就很明顯是比較強的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 這幾天我有個想法 可能11月之前 美國大選之前 可能就會分批將美股慢慢減 可能一半左右 它升得多的時候 我又升得多的時候 我又升得多的時候 希望可以保住利潤 以及避免了 大選的時候可能出現的風險 如果有動作的時候 再跟大家談 再看那些功課 美國之前炒得厲害的AMC 如果大家還是拿它來玩的話 波幅一定有的了 有得炒得了 但是要小心 不要想著它真的可以 好像之前 上次這樣 一夾就幾個水 去到那些水平 我想上次跟我政大師說 都說這種的期望不是太合理的 好 另外還有 看看還有什麼功課 那些聯署官員說的話 大家都已經很在意了 只要有一點 大家覺得可以有機會減息 其實你現在看Fatwatch CME 其實它在說6月12日的時候 還是9.7%估計不動的 其實也不是說真的這麼快減 就算7月底 都只是30多個巴仙是減一個骨 還有67%是不變的 估計 所以變成在這個情況之後 其實大家也知道是在炒的心理 就不是真的說實質會看到它減息的了 所以變成有朋友問 MVD可不可以吃一點點做自助餐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我自己也計劃是這樣的了 就是11月之前 但是11月到現在還有4個月 就不急的 但是我的目標就是減一半美股 到時11月之後 如果又是很強的 那就買回來 也沒什麼所謂的 而且港股現在多了東西玩 我又不是無限資金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 比如說好像之前那樣 會轉一些 看回來 我自己看 其實可能港股或者A股的升幅 甚至是會比美國那邊大 就是這一段時間 看看 包包插多少可以搏反彈 如果短線炒一波幅 我覺得都可以試的了 我自己個人就包包買了 其實昨晚你看到包包的走勢都OK 其實盤後他都算是強的 我想是對初一出的時候 在假期前收市的時候 大家覺得可能預期看下去會低一點 但是你如果看回Ebitda或者各樣東西 真的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而且三隻電商 我之前說三隻都可以買的 看看大家喜歡哪隻 京東 巴巴和拼多多 其實走勢都三隻都不錯的 所以我就不是說真的看得那麼淡 還有今天我看到有些消息說 可能他9月的時候最快搞定了兩邊上市的問題 之後可能會有港股通 這就是可能 未落實的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可能股價支持會更強一些 1211什麼位走啊 就是你有貨 是不是呢 電動車其實我一直都不一般看好 如果跟市上了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其他板塊會比這個板塊好 是 看看 還有一些 再講一下功課 再講一下功課 做了一些功課 我又要先回答一下 這個 看看 還有就是 就是 講一下一些其他過股的消息 Microsoft 傳說它 它否認了 只不過是一些員工的 我想是內部調配都是很正常的 Microsoft 我自己就會繼續持有的 Google 也是 但是都是這樣 我想如果我減的時候 譬如TSM 全部我都會去分批 就減一些 哪隻充得厲害的 就減少少 減少一些 另外呢 包括的跪跡 Joy 都已經列出得很清楚 我想大家有一天的時間 都看得挺好的 就是比較詳細的時間 可以慢慢看到 另外個別有些機場員工 我想這麼大的公司 會有一些類似這樣的東西 會OK的 就是會有這樣的消息 例如說 可能個別有些員工 會有些辦法的行為 我想 以一間這麼巨型的公司來說 不是很奇怪 現在抓到或者已經發現了一個問題的話 其實在慢慢改善 是OK的 另外就是 騰訊的業績 騰訊的業績就是 遊戲的收入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我自己看騰訊還是OK 所以變成有朋友們 什麼位置要吃 我就偏向於 如果一早已經上車賣這些股票的時候 就可以撐住贏多一陣 另外1211再加多一句 就是Joy也有提到 因為美國那邊說 增加電動車關稅 但是其實它暫時來說是沒有的 它自己也說 也沒有計劃去 我想這個影響不大 不過就會限制了它那個 未來的發展 就是我們股票會說未來 如果走出去 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如果你說那邊好像門 就已經掩埋了的時候 可以憧憬的事情就少了 只可以這麼說 但是對實質業務 我相信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另外 蔚來 蔚來就有些新車公佈 那些都是大家自己看的 另外我會比較關注的是百度 因為我有 連牛證我還是繼續拿著 所以變了我就繼續看好的 它之前的 其實AI我已經覺得 第一它首選了 第二 它現在又再炒回以前曾經 大家如果有印象 它之前那個自動駕駛 其實炒過一圈 雖然那個是很短忍的 但是 我就覺得現在可以拿出來 然後實際可以和Tesla有合作的話 就可以衝勁一下 其實這些價格 我自己是坐得很舒服 我會考慮如果再衝穿這個 就是一個 我之前是設定了 是Tesla有八二的應該是 應該是 那我看一下 我想我會 等一下 我設定了 如果是八二樓上 我會再加的 因為我 如果衝穿八二的位置 其實蟹貨就已經解放了 所以我會再加 希望它可以再有突破 就是千萬不要覺得 它上了這些水平 就可能沒有什麼位置再走 如果那個市場 真的保持著 可以的話 那九泉八二我是看得比較好的 那看一下 還有些什麼問 剛才掛著說 175上網有多少 175其實我一直都比較喜歡 但是不是經常跟進 因為沒有想著買 我現在看看圖 不好意思 慢一點 因為不在家 它昨天已經穿了頂 現在也是這個水平 我自己如果這樣看 用以前以往來說 你給我衝穿了這些位置 我起碼看12元 其實也挺不錯的 我上次說 在荷蘭看到極黑 那些門店也挺漂亮的 做得 現在還有就是 是Alvin還是Fiona 還未出現的 幸好在Fiona出現前 抱歉各位 很濕 可能不知道是濕 但是沒有東西過我前面 也是這樣 你是不是今天第一天回來做直播 是啊第一天就濕 哦 喂 Hello 好久沒見 是啊 我剛剛還在想 我的升降機的時候 等了一會兒 我還想會不會連升降機都要混 這麼刻 早安 Biona Hello Hello Joy Rex 早安 Hello 今天也有提到 剛才Rex也有提到很多焦點 例如 美國那邊又出了CPI 然後很多重磅的港股 都出了一些業績 好像 88 和700 剛才我聽到Rex也有提到 大家都可能比較看好一點 港股 都想問一下Fiona 資金流方面 會不會朋友們都開始 駁回好倉多些 絕對是 我看回臨放價前 其實那個趨勢 見到 因為其實再之前 基本上看 牛熊的資金流 整天都是基本上 整體流入在紅症為主 即淡倉 甚至乎 比例會多很多 但是呢 回到星期二的時候 我看 比例開始 反而現在 會多一點 市場方面 比例大概1.6比1 但是 如果你說牛證方面 始終 到星期二的時候 最鐵價的牛證水平 都是18,500多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說 找好倉的 只可以找那些水平 那裡 絕對地 都很多人看 整個 你說對中期的張數 都已經去到 1,600多張 其實 可想而知 其實多了很多 但是去到今天 終於有一些 新的牛證上市 市場也是 18,600 18,800 這些絕對地會有 變相會多一點選擇 給大家 好 那不如馬上 就給大家一隻好倉 大家帶著 好 沒問題的 我就找一隻 今天新上市產品 如果牛證方面 我們有一隻 18,800 一萬對一的證 號碼方面 是5,016 5,016 好 看一看條款 這一隻 即將上市 是的 就見到那個 這個 有沒有說過 收回價是多少 這個 這個是18,800 5,016 好的 我先帶出來給大家 好 是的 就是即日 我始終都覺得 市場在升的時候 那麼 牛證會容易贏一些 如果是熊仔 大家開的 就短錢 短找 是的 但我看有些朋友 都想帶著熊仔 不如問一下 有沒有熊仔 可以讓他們即時玩一下 好 沒問題 紅證的選擇 我選擇到 19,600或以上 看看 19,600 我們有一隻 號碼 是1,202 是 1,202 先打開 1,202 OK 好 這一隻就見到 收回價是19,600 實際公共有32倍 好 又帶出來給大家 我見到他們已經急不及到 不斷問一些個股 嗯 是 事不宜遲 我見到已經 7,00 出業業績之後 是的 因為很手癢 還有難得講故 好像比較多玩 這陣子 有朋友問700 和9988 我見到他們有些 就問淡倉 700 9988 應該有些 都是問淡倉 是的 可以先給我們 都可以問Fiona 也有人幫好倉 兩手準備 兩人都問一下 因為有些可能 可能趁他 是想著可以拼搭 可能趁爸爸 下75元 又可以買 我先看 上一天市場方面 反而 即是說星期二 就業績前的時候 其實爸爸 都去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我見整體反而 好倉 就是流走的 比較多 市場方面都是 其實他現在 就出了業績 如果有朋友 就見他 因為業績 就是不算是太好的 手信預期 如果想做淡倉的話 我選擇紅證的選擇 現在因為其實 最新 其實 原來4個幾% 現在暫時看 我找一隻 87元 87元收回的紅證 就是60669 是 60669 60669 OK 先給大家 這隻薄淡倉的 9988 Rex 你看不看好9988 我看好 我在 他出了業績 我看完之後 我還在美股買了 巴巴 所以 港股證股和 中概的證股我都持有了 是 因為其實這個數字又不是很差 是的 還有他落後 我都覺得 始終他都是要上 還有我也挺好看好 其他股份 就是我之前說 蘋果和京東的走勢都不是太差 OK 那不如問7000 7000的朋友都蠢蠢欲動 7000的數字 很帥 是 看看會不會 如果7000 不如我給一對 給大家選擇 如果你說繼續看好7000的話 我都是選一些牛證 牛證的話 現在最新的有一隻 就是今天新上市產品 366元收回的牛證 號碼是57997 好 有些人都說看好7000 對 看看帶著這隻牛證 看看是否合適 366元收回 7000的牛證 看看會不會有一對 給我們淡倉 好 我再看看 我們700 原來今天有隻市場最貼價牛證 再進取多幾元 好 我給大家參考 如果想進取多幾元 我們亦都有一隻 369元 亦都是市場最貼價 今天的話 那是57996 那是369元的一隻 選擇牛證 對 變相有兩隻給大家參考 真正 好 進取型的可以選這隻 57996 好 那就給他們淡倉 淡倉有沒有看什麼位 因為現在上到400元這些水平 一路都講那個重要 看著400元 是啊 如果 已經 我想如果 如果 撥淡倉其實就是 即使 因為升得急 可能會下回到之前的平台 可能是360 到尾 可能307元 那些水平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目標會是那些 好啊 好啊 如果 真的擔心它 譬如股價會不會衝高了之後 進一步有機會 有一個回調 那的話 想看淡倉也有些選擇 我選一隻 430元的 是 那就是56994 那這一隻 現在已經很不同了 已經看到是400多元 430元有一隻 選擇56994 應該可以 看一看它現在400元這個位置 我們好像原來錯過了9988 幸好我們錯過了 沒有問 可以再補充 有朋友就想問一下 好啊 可以 問題的 9988的話 如果你說 其實它的業績出來 未去到那麼差 還有其實它也有宣佈 正式把香港上市這件事 改為現在 做一個上市的準備 如果你覺得 不可能這一個會一個消息 可以憧憬一下的話 想看好倉的朋友 那我就選一隻 就 72元的 那我也特別要再看 這些產品 因為有些其實 街貨都相對高 那就是72元 這隻 街貨量不算太高 那給大家去參考 那號碼方面 就57567 的 72元收回 好啊 那儘管看看 會不會多些北水 就是之後有這個消息的話 是真的會有振奮的作用 57567 就是之前經常炒它 因為北水對它沒有影響 那現在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都可以想想的 爸爸 是的 另外那個號碼好像的 9888 白度 是的 我想問一下Pionna 因為其實我自己 拿61743 但是現在叫上來了 有沒有一些更貼少少的牛 可以選擇呢 有啊 我們呢 就有隻93元 和100元 的 那 就8度 其實都今天 都會出業績了 那 就現在呢 最進取就是100元 那隻的 就57420 這隻 那這隻 就進取的朋友 可以留意了 就100元收回的 57420 那另外93元 這隻 就相對來說 如果保守的朋友 都可以考慮 那93元收回的 Number方面呢 就576 500 576 500 OK 石良就給大家先 那看他就說 跟Tesla合作 那是不是真的害怕的呢 是啊 其實今天都很多消息 很多東西可以炒 有很多 有朋友剛才問883 那問買得了沒有 美匯下來了 104 現在104.1 剛才大家提過 那些金和油 都上來的 那如果 那如果 我自己覺得有 就有少少頂頂的 所以如果就算叫 都是短炒 那不知道883 有沒有一些 就是貼少少 可以即日 或者一兩天 就成功 那種的選擇 好啊 如果想做即時部署 我選一隻貼牛 那我們呢 有一隻 就是18.3 收回的 18.3 那如果你想做即時的話 去拿個槓桿的話 那這一隻去考慮 那號碼方面呢 就56997 56997 56997 上一天做15倍的槓桿 那時間去到差不多了 想問一下 Fiona有沒有一些移動的資金流 或者有些什麼焦點 想和我們補充 是啦 因為剛才說開883 其實都可以再特別說 因為我發覺 其實整個市場 就是對於一些 好裝產品都非常之踴躍 整個市場有很多的 就是 當然 就是卵商方面 都積極的出一些牛證 我們也是積極出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那個 的 demand 那其實很多的產品 已經去到一個 賣光的情況 那變相 都要留意 但是剛才提供的18.3 那隻呢 這個街貨量不多的 是啦 那給大家訊息 嗯 好啊 那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要問一下Fiona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過股票呢 是 都沒有持有的 OK 謝謝 那我們一會再和大家繼續聊 謝謝Fiona 拜拜 謝謝 拜拜 我倆 有 謝謝 感谢观看